set 那其实set跟this有什么差别 其实就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 他把你那个重复的资料自动移除掉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假如让他输入几个值 输入这些值 最后负999 这题跟刚刚那一题还蛮像的 然后最后输出什么 最大的 总共几个六个 然后其实输入 123456 然后总共几个 然后最大最小的 其实如果说我们要写成list的话 其实就这样list中瓜胡 然后画有email号一直输入直到负1break 那append 最大其实如果用list是这样写 可是如果他写成set的话 该怎么写我们等一下再把它改一下 其实很简单 enter 他输出结果 六个 这个结果都OK 那如果我要把它改成set 其实只要改几个地方 1 请你把这个list1的变数名称 我习惯把它改成叫set1 所以我习惯用Ctrl-F Ctrl-F就取代了 我把这些全部取代一下 这样比较快 不然的话一个就改太慢了 把list1 全部改成set1 第二个的话请你改第二个地方 这个地方中瓜胡在list里面是用中瓜 可是在串例里面不能叫中瓜胡 它叫set小瓜胡 OK这个差别在这里 再来最后的话 那个list是用append的 可是在那个什么呢 set的话它是用add的 其他就都一模一样 OK然后呢 那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如果你用set 它输入的资料不会重复 比如说我今天 不过它这个范例其实我觉得出的不好 因为里面都没有重复的 所以你看不出差别 但是如果说今天 假如说我们里面有重复的资料 这现在六个 如果我今天输入的是有重复的 比如说是112233 然后再112233的话 如果你放在串列里面 它应该是什么 应该会一样是六个 对不对 长度六个 123456 如果是放在串列是都保留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说用set的话 那结果应该不一样 负999 好 离开的话 请问它的长度是多少 112233 11233 应该是少三个吧 看一下结果会不会OK Enter 有没有发现 三个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帮你移除掉重复的 11 这边有了 所以它不会告诉你 有重复 它就帮你踢掉了 不能再加了 22上面有了 踢掉不能重复 33 重复了所以这三个都会被踢掉 只留下上面三个 但如果你今天是用list的话 结果就是几个 六个 特别注意 差别在这里OK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不重复资料 那就用set就好了 就跟那个什么 移除重复功能其实还蛮像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在那个像Python里面做 类似移除重复的这个功能 你用set就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这一题的话就是704部分 来方便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我们前面的影片 就是论坛里面都有 所以回去的话 假设你担心说哪个地方不太熟悉的话 回去尽量就是再反复看 像画尔回圈 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 所以我可能会讲的稍微快一点 如果你对画尔回圈还是不熟 把画尔回圈再看一下 另外如果说你在观看影片的过程当中有问题 其实底下也可以留言 真的那个YouTube下方都可以留言 那如果你有留言的话 我会 大家应该不会太久时间就回复了 因为我的手机也会跳出去 因为一样 然后可能就看到 妈回一下看看 当然尽量就用明确的 比如几分几秒 几分几秒的位置 的那个地方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如果你越准确的问题 那当然我就可以 比较清楚的回答你 OK 所以这个当然也不仅仅是在上课 可以互动 如果你课后云端上面 其实也可以跟我互动 那我是希望说 就像你们已经准备 已经这些题目你都乱过了 然后你们也至少都做出来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还是 就是参加 给自己个挑战 就是参与这个考试 这样我觉得至少 就像说你去念书 有个毕业证书吧 如果你参加这个班的话 至少有个证照 有一张这个结果 OK 那试一下这个704 下一次上课的话 也许我们就还是先从 2024 802 80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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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